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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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田出來了 今天會用沙律醬來做兩個非常簡單的小食 第一個就是日式的薯仔沙律 裡面就是薯仔,很簡單 然後有一點沙律醬 可能會令它爽口一點的材料 或是碟邊 或者你當前菜 非常好 另一樣就是魔鬼蛋 Defo egg 把蛋拆開再放在一起 兩個都超級簡單 超級快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一次過做完 最重要就是有沙律醬 沙律醬也可以自己做的 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你應該看了 如果你沒有自製沙律醬 你可以買 市面上現成的 沒有什麼分別 OK的,一樣的 所以 來了,先要做的就是 做了那個 薯仔沙律 首先就是要薯仔 薯仔很簡單 買兩個就夠了 我們做一份小的 然後洗乾淨就可以去皮 我們先去皮 煮的薯仔有幾個方向 有時候會去皮 有時候會不去皮 看你想那個薯仔 會吸收到多少水分 如果你是想它吸收少一點水分 先煮熟了 然後慢慢剝皮 但這次我們是混合了 所以沒什麼重要的 先去皮 等一下會方便我們壓成重 還有去皮會快點熟 會節省時間 還有我比較建議 今次這些 你去買一些 美國的薯仔會好一點 美國的薯仔比較軟 比較適合這個沙律 如果有些硬一點的 會煮很久 出來那個口感會沒有那麼軟 因為這個沙律 它是很有趣的 你會吃到一粒粒薯仔 有些好像爛了那樣的薯仔 然後又會跟沙律醬 混合之後 一批東西的感覺 而它們也是這樣 才是 像那個味道 如果太分離 就不好吃 那個沙律 大致的份量 你可以看一看這裏 現在會彈出來 之後把它切細一點 讓它容易點熟 節省時間 隨便切 但是最好就是粒粒均勻 煮就不會一粒硬一粒軟 然後就要為了那些太大粒的煮得太久 然後拿水出來 放進去就可以了 不用想的了 不用等水滾的了 一次過這樣煮就可以了 在後面煮 我們要做其他東西 好 那我們繼續下一步了 下一步呢 拿一塊熟的砧板出來 因為下一步那個呢 就直接吃的 一條呢 我們需要小青瓜 那小青瓜 是不是必須呢 那又不是的 你可以用很多東西去代替的 除了小青瓜 你可以用洋蔥碎 都可以 有些呢 會用紅蘿蔔的 紅蘿蔔料 你要量煮的 不然它會很硬 還有會有少少草青味 洋蔥呢 就會辣 所以呢 這個是最靈 還有最容易做的一個選擇 那我們呢 將它切片 那你切到幾薄就幾薄啦 盡可能薄啦 因為太厚 就會影響口感的 那如果你沒有呢 其實市面上呢 有這些呢 要跑的東西的 專門用來 給這些用 那你可以拿一個跑出來 試一下跑的 這樣 這樣出來呢 就會很薄的了 那些青瓜片 也可以調的 那沒有就 用手切啦 那其實半條呢 我自己覺得就夠了 不用那麼多的 剩下呢 可以留回來做其他 那我們得到青瓜片 還有那個磨 什麼磨頭的青瓜那個呢 就 你們自己喜歡啦 你可以看回之前有講過一下 因為呢 青瓜裡面有一個苦味的元素呢 不知道怎樣磨一下磨一下 就會磨掉了 那但是現在這一隻呢 我買過很多次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所以呢 就 skip了這個步驟 那就是呢 等水滾 那是煮多久呢 大概是五至十分鐘啦 總之你感覺到它有一點點軟 其實就OK的了 那你可以用一隻筷子呢 刺過去 那如果它刺得過的 那就真的OK的了 好 那與此同時呢 我們可以做下一個食譜了 下一個食譜呢 其實只需要 雞蛋和沙律醬呢 兩樣東西為主呢 其實就OK的了 如果你是自己做沙律醬呢 那更簡單 你真的只需要蛋 還有檸檬汁 然後還有一點點油 這樣就... 不是我說完好像更長了 那我吃過 在這裡吧 自己看吧 好 那我們呢 同樣地 一泡水 然後放一隻蛋下去 那做多少就隨意啦 不過呢 因為我怕沙律醬不夠 所以就做少一點 然後就凍水下 凍水煮蛋 沒有那麼容易爆的 因為呢 熱脹冷縮呢 雞蛋是很容易裂的 那對於這些 我們要煮蛋的樣子 要很漂亮的來計 那就會不太好 因為我們要它是一個蛋的形狀 你說用來做蛋沙律啊 那就無所謂啦 隨便啦 那我們煮... 煮... 煮... 有兩個東西一起煮 那這個蛋呢 有沒有水滾計 十分鐘啦 那裡面一定是熟透的 因為這次我們要一隻 那個心呢 都是熟透了的蛋 還有呢 那個蛋我有預先 放在室溫的 這個是挺重要的 會差距挺大的 因為這隻蛋又不夠大隻 如果那個溫度呢 是不同的話呢 其實你煮的時間呢 是相差多遠的 有時候你經常煮到那些糖心蛋 中間不熟 就這樣吃就沒事了 如果... 你不能回頭 如果是在我們這個 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如果那個黃是未熟呢 那你就很麻煩 你就會 你就搞不到下一個步驟 你就會變普通煞蛋吃的 好 煮完所有東西 回頭回來 好啦 回來啦 那些薯仔就煮好了 蛋由它繼續 好 那就是呢 把薯仔倒進碗裡 然後呢 略為呢 攪一攪它 因為呢 我們不想呢 薯仔沙律呢 太過大塊啦 所以呢 會盡量壓一壓 略為呢 刺小一點 但是呢 又不要把它壓成熊喔 因為呢 如果你呢 太用力把它壓成熊呢 就變成一坨東西了 就沒有口感了 那我們用筷子拌呢 就... 只會弄爛側邊一點點 還有呢 拌的時候呢 它都會再... 爛一點的 現在這一刻呢 不要太重手 那你看呢 已經半個薯仔沙律醬了 之後呢 加上我們那些沙律醬下去 60g 那你可以一邊煮一邊試的 這個就沒什麼所謂的 拌勻它 不要太大力 如果你煮得薯仔太軟 你現在這一刻又太大力 那就會變成薯蓉了 一點點鹽 因為薯仔本身沒有什麼味 但是呢 你又不想加太多沙律醬 令它太柔軟 或者太過酸 所以呢 會加一點點鹽 藥膜是... 16份1茶匙左右 如果你不怕那個樣子 說有些黑色一點點 覺得奇怪的 你可以加少許黑椒的 還有呢 這個步驟可以趁熱的 因為呢 薯仔呢 冷了會比較硬一點的 那你就難拌到 好像沙律的質感 拌勻了 先加我們的青瓜 放進去 將它四散地拌進去 那這一壇東西呢 你先放涼 不要放放雪櫃 因為它也挺熱的 那接著呢 就冷凍它 吃的時候呢 就拿出來 那就OK的了 好 放入雪櫃 好 那這些蛋呢 都煮好了 那之後那個步驟呢 就是整壇東西 最複雜的地方 就是呢 你要預先 冷冰 要準備一盤冰水 好 冰水來了 那為什麼要冰水呢 因為呢 雞蛋呢 就這樣有它放涼 其實它們是會黏著的 所以你撕的時候呢 你很容易就會撕爛了 那個蛋的外層 那如果放入冰水呢 那麼熱脹冷縮呢 因為它們呢 蛋殼和蛋白 是兩個不同的東西來的 蛋白呢 就是蛋白質 蛋殼其實是鈣質那類東西來的 它們縮的程度不同的 那一縮起來呢 那個蛋白呢 縮得比較近一點 那它們呢 就會離開了 所以呢 一定是要用冰水 用冷水呢 不行的 因為它縮的那一下 那個程度不夠快呢 變了呢 它會 都是 那個效果不明顯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幾需要的 如果你想做漂亮的那個 蛋的外層 不會撕到爛了 還有呢 如果你想立刻做 你可以由它浸久一點點 讓它整顆蛋呢 再冷一點 那之後呢 都會方便下一步的 因為冷了的蛋呢 是比熱的更硬的 冷凍了 回來了 那呢 沒什麼特別的 烤開它就可以了 那現在呢 應該呢 就很容易撕的了 好了 那我們呢 得到兩隻蛋了 之後呢就切開它 如果你有去過呢 那些拉麵店呢 你就會發現呢 糖心蛋不是很難切的 而且一切呢 就會流到到處都是的 不然我會黏緊快一快一刀的 所以呢 它們呢 是會用一條線 然後下面呢 做一個很重的東西 吊著 然後吊著一條線 用那條線呢 這樣一切那隻蛋呢 就會斷開兩邊的 那但是我們 免得這麼大的東西 做兩隻就 那切開一個蛋之後呢 拿個蛋黃出來 那就小心翼翼地拿 把蛋黃呢 慢慢這樣拆出來 如果你可以整顆拿到就最好 拿不到呢 就慢慢撩 那我們得到呢 四個蛋白的殼 之後呢 藥膜兩個蛋黃呢 你們就看著了 看看你想拌多少的沙律醬下去 那呢 比例藥膜是 1.5克左右 越多醬呢 其實它越 順滑的 那出來呢 你擠那個花呢 都會容易擠得漂亮一點 那當然會太多醬 就會太鹹啦 那我們下著10克 一邊壓碎它 一邊拌勻它 其實你可以先壓碎它 好像調轉了步驟 如果你是超級有要求呢 這個步驟你可以過篩的 那出來呢 就會好像很脹很順滑的感覺 那我覺得呢 可以再多一點點 這裡 用了15克左右 這裡 那如果這個時刻呢 你可以用擠袋也可以 你可以用一個筋 像雪糕一樣 慢慢拌進去也可以 那我們有擠袋 就用擠袋 沒有擠袋呢 你有擠嘴 你可以放在保鮮袋裡 也一樣的 什麼都有了 就是沒有剪刀 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再加多一點點東西進去 有人呢 會加焗過的煙肉 那其實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令它的口感更加豐富 放好它再擠 待會呢 就不用攪那麼多東西 那我們呢 就輕鬆擠了 好 那你看頂部呢 有點樣子不重要的 我們要做呢 最後的步驟 就是你有剛才焗了煙肉 所以你可以留一點點 放在頂上 如果你沒有呢 你可以加一點點 香草啊 你可以加一點點 三文魚子啊 黑松露啊 基本上你說得出的東西 其實你也可以放上去 都是配的 叉燒 我也覺得是配的 暗然燒雲 蛋 一半呢 就可以加一點點 紅燒粉 如果你覺得太多 你就撒到它到處都是 那你就會覺得是故意的 乃野界的天才 完成 完成 那這次這兩個呢 超級簡單 零難度 不會失敗的小吃呢 就完成了 其實呢 其實呢 這兩個東西呢 它自己呢 都還是可以混在一起的 這個蛋呢 你把它切碎它 之後呢 再混進去 這個薯仔沙拉裡面 就會是時機蛋沙拉 然後你可以把它拿來 就這樣吃就可以了 或者寫在三文字裡面 都可以的 所以呢 沙拉醬 是挺常見的 在小吃裡面 買了一個 你總會用得到的 就是這樣 這回事出來了 記得按個讚 粉絲的大就是 按個讚 我們逢4月1 4月3月5月16日 星期日 都可能會有 就是這樣了 下次再見 拜拜 使用這個步驟去 sleep sleep sleep